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自己DIY了这款复古吸烟仪来吸收我在焊接电路板时产生的烟 那下面我们来一起看一下我是如何设计这款吸烟仪的 Let's go 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吸烟仪的整体结构 大家可以看到这是吸烟仪的吸烟管 然后呢这是吸烟仪的机箱 然后这块呢是一个电流表头 用来显示这个吸烟风扇运行电流的 然后这是一个开关 这是一个电位器 然后来调节风扇的转术 那我们下面来看一下吸烟仪的前面板 这台吸烟仪的前面板结构十分的简单 左边呢是刚才说的一个电流表头 右边第二季然后一个开关 然后值得一说的是这个电流表头 是我在公司的杂物堆里面找到的 然后就被我据为己有了 然后这个表头大家可以细看一下 它的生产日期是1967年 是一个特别老的一款电流表头 我拿到这个电流表头以后 就想着把它应用到我的某个DIY的东西上面 最终我把它用在了这个吸烟仪上面 还是十分搭配的 然后这个呢是开关 我目前已经连上了这个220伏的电 然后我们给它打开 大家可以看到我在调节电位器的时候 就可以调节这个排风扇的转速 然后这个电流表头也会实时的反映电流 然后它的最大量成呢是2安培 我的这款排风扇的最大电流是1.5安 是足够用的 那我们下面把这个吸烟仪打开 看看里面的硬件结构 这台吸烟仪的外壳是我在淘宝上买的 一款十分常见的 应用在仪器仪表上面的外壳 价格呢很便宜 然后我们把这个外壳的螺丝已经拿掉了 我们把上面打开 大家可以看到这上面是有几层活性碳滤网的 然后吸烟仪通过吸烟导管吸进来的烟 透过这个活性碳滤网达到净化的目的 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结构 吸烟仪里面的结构也十分的简单 首先220伏交流电通过了一个开关 连到了一个开关电源上面 开关电源输出的是24伏的直流电 然后连接到了一个降压模块上面 降压模块采用的是LM2596 上面的调节电位器呢 引到了前面板上来控制其输出电压 降压模块输出的直流电 串上了电流表头 连接到了风扇上面 这样就可以控制风扇的转速了 需要注意的是这个风扇不是普通的应用在电脑上面的风扇 而是服务器上面使用的高转速的风扇 风扇的风是向外吸的 将上面的排烟管里面的空气吸入这个仪器 然后排出到这个仪器外面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台吸烟仪的实际使用情况 现在这台吸烟仪我已经连上了220伏的电源 那我们现在把开关打开 大家可以看到它现在已经开始工作了 我们简单调一下它的工作电流 我们调到了一个中间的位置 然后我们开始现在测试一下它吸烟的情况如何 下面这是一个松箱 这是我的烙铁 然后我们现在给它 大家可以看到 烟被顺利的吸走了 在短距离内使用效果还是可以的 在短距离内使用效果还是可以的 但作为这种解决方案来说的话 还是有一定的可行性的 那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加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 by bwd6